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幽州四室王雄从陆路向辽东发动进攻 讲解上表劝建党 反正是不想吞并的国家没有背叛的臣子都不应该进行征讨 一旦征讨无法奏效 反倒会迫使他们变成敌人 所以才有老虎和狼挡在路上时 就没必要理会福利 先除德海 小害会自然消除的说法 沿海一代世代归顺国潮 每年都参加考试 选拔受官 同时都准实现上贡品 因此 陈认为即便一举功课辽东 得到的百姓数量对国家并没有帮助 获得的财物 也不足以为国家带来多少收入 一旦进攻不顺 反而与之结怨并实现愚人 魏明帝不听 结果田玉等人的行动无功而返 本文要介绍的成语 便是蒋己在表章中提到的 虎狼当路不治虎 比喻为大害当前当先除大害 不顾小害 蒋己这道奏章 是针对魏明帝曹瑞 决定征讨辽东公孙渊集团提出的劝谏 当时 东吴帝国极力拉拢盘踞辽东的公孙渊集团 公孙渊态度暧昧 她一方面同意 与孙权派出的使节进行接触 一方面又不愿意因此得罪曹瑞 在这种情况下 魏明帝曹瑞下诏出兵讨伐公孙渊 此举遭到大臣蒋己的劝阻 蒋己认为 当前曹瑞的面前有两大强敌属汉和东吴 公孙渊偏居辽东 对曹瑞帝国难以形成威胁 只要击败蜀汉和东吴 公孙渊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 因此 贸然对公孙渊发动进攻 势必使得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 这将对曹瑞帝国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 蒋己的这个建议 并没有得到曹瑞的财大 争讨辽东的战争由此爆发 而结果 也正如蒋己所预料的那样 田玉和王雄牢而武功 并未能消灭公孙渊集团 反而使得公孙渊与曹瑞反目 这也引发了数年后 司马懿远征辽东战事的爆发 参考书籍 三国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